脖子有的粗有的细有长有短 有的有猴节有的没有 当然女人最好是没有 所以说它跟这个头跟身体 还是搭配自然和谐为准 也有什么各种的细微的看法 包括纹路啊等等 我们不细咎了 下面的更不要说了 没法说 简单说两句志 这个志呢 它有这个很多种像法 包括古书都有很多派 不同地方长 就说法不一样 那我们整体上说 就是说能看得见的地方 尽量不要有志 就面无善志 头无恶骨 那骨头代表气血旺的表现 它这个身有异骨啊 包括这个身体 就是一般都是好的多 但是志呢 脸上也不是说全部好 你比如说耳朵 内向 或者说后面 就是 你看脖子也是在背后 这些 头 甚至说在头发里面 梅梅梦里面 藏着 当然胡子里面也可以啊 这个就一般代表好志 人家下巴 这个 一些隐藏 这个下面 阴嘛 它如果有一些志 代表好 它志本身也有好坏 你像那种 红的 大的 包括黑的 那当然红的更好 那叫活志 那就是 气血凝炼的地方 那也是精华 不要什么都点 有些是 就是修外在嘛 有些 你确实不好看 也可以点 但是点完了 你要注意 有的时候要留下坑 而且有的时候 点完还要长出来 这就代表 光修外在没有用 你内在还是没有调整 所以它会不断的 这个不是那么一时半会儿 包括你正骨 你看是 感觉你是嘎嘎响 是吧 想完了 没过两天 它又回来了 那有过经验的人都知道 它正金 正骨要先正金 先正鸡 那金 金骨它是相连 金扯着骨头 你筋扯不动 它是弹簧吗 它又回来了 两天半 就是这个痣 它长毛的 那叫活痣 一般也都是 不管长在哪 一般的比较好 整体上就这样 不过哪个部位 我们小人下方也说过了 代表什么 有些就是说 这些隐藏的地方 都一般都是好痣 露个额头痣 也有几个地方 是比较好 诸杀痣 什么这个命宫痣 这有痣 就是与佛道有缘 与佛有缘 这些都是好 而且耳朵里面 这大道代表聪明 长寿 你比如说耳朵本来小 你长一颗 它就加分 就是这样 加加加减 这个痣 你当初点准表面的是没有用的 尤其是那种有凸起的 我曾经说起来 有些人就很奇怪 就是说害怕 在手臂这一个痣 我就是把它连根拔起 这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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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不吓人 然后当时出现个小窟窿 当时事故慢慢 那个质血是掉下来的 那你要去东西要去根 那你根在那儿吧 你表面有什么用 我们跳跃比较大 就可能这个风格有的人接受不了 有时候想到什么 有时候没拳 比如说脖子 你说那个 那个现在当今的 那个大 是吧 老大 他这个也是歪的 我 我是往这边歪 他往那边歪 反正得正过来 但是他一定时期 他就需要这样的人 需要你这个 他本身轻了 就需要这样给扭了 很奇怪 当然你明白这些大道之后 你就见怪不怪 当今呢 我们这个时代 也是需要这种虎像 那就帮我对上 而俄罗斯美国那是龙像 但是那个龙不够忘